从这一期开始的 接下来的几期节目 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如果你想从事视频的创业 那么有哪一些可供选择的平台 在国外 就我的研究目前来看 最好的平台就是YouTube 有人可能说 不是Facebook的流量也是很大吗 但是现在Facebook目前来讲 只是一个企业宣传和广告的 最好的平台 普通的用户想在上面赚钱 目前来讲是有很多的限制 也有很多困难 那么YouTube 它的公司是属于Google的一个部分 要了解这家公司的千生金事 我们要讲一讲这家公司的历史 YouTube是在2005年的时候 由一个台湾的青年才军 和他当年在PayPal的两个同事 共同创立的 在一年半之后 到2006年的10月份 就被谷歌收购了 收购的价格是16亿5000万美元 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 我还清晰的记得 当年这个数字宣布的时候 这个在业界是一个巨大的震动 因为谷歌当年自己这个公司 在广告这个行业的业务里面 并没有很清晰的蓝图 为大家所知 实际上直到后来 他花31亿购买了另外一家 广告服务公司 Double Click以后 他整个的这种商业企图 才变得明显起来 所以当年很多人都质疑他 花如此之高的价格 买一个三个人的初创公司 当时的员工 我不记得具体有多少 但是还是一个很小的公司 而且这个公司官司产生一大堆 因为在那个网站上 大量的盗版的音乐电影 等等作品在那上面 而且从技术上来讲 当年这个公司 并不是技术最强的 大家想想看 当年的智能手机 还没有开始 我们讲的iPhone的第一代机 是在2007年才发布 所以当年在YouTube上面 分享的主要的视频 还来自大量的数码相机 而每一个数码相机 上载的视频的格式 又不太一样 所以当YouTube 当年创立这个公司的时候 实际上已经有很多家的视频服务公司 有一些是专门为专业级的人士 像摄影师 摄影家服务的这些人 那些网站的视频质量 非常高 而且限制非常多 一些垃圾视频就不让你上载 而YouTube最为显著的特点 就是它的用户体验记号 讲体验这个地方 我不是讲它的视频质量 而是不管你是什么样子的 视频格式 音频 你上载上来 我照单全收 然后我在后台给你转化 然后把它推送给用户 你想想 回头看 这样一个点子 是不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点子 实际上 一个伟大的商业创意 实际上往往也是最简单的 而另外很多的视频网站 他们就讲 我们视频质量要高 我们只对小众的开放 等等等等 到今天往回看 那些网站全都死了 所以三个年轻人来自PayPal 这个台湾的青年才俊 陈世俊 他当年也在Facebook 短暂的服务过 很有意思 当年的PayPal这些公司 一个革命性的公司 会产生一批的改革家 这种事情 在每一个颠覆性的厨房公司 都一再发生 PayPal是这样 后来的谷歌 像当年的微软 以及现在的Facebook 和中国的腾讯和阿里巴巴 都是这个情况 因为一批的年轻人 他把握了时代的机会 和公司从零开始做起来 他们经历了整个的生死决斗 所以这一批人 年富力强 有精力 有技术 有眼光 感冒风险 所以这些人 在业界风生水起 十几年过去了 到今天 YouTube 已经被估值七百个亿 已经是当年收购价的四十倍 但是据说 YouTube至今 还没有实现盈利 当然这只是猜测 由于YouTube 在谷歌的财务报表里头 从来没有单独披露过 它是否盈利 我可以说是看着YouTube 长大的 本人也是YouTube的重度用户 每天有大量的时间花在YouTube上 我的主要的学习资料的来源 来自于YouTube YouTube实际上已经成为第二大搜索引擎 仅次于谷歌 YouTube被谷歌收购以后 在解决了很多法律问题以后 一直都为世界各地的视频创业者 作为首选的共享平台 它在政策上面也极为宽松和支持 但是在一年以前 一篇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改变了所有的东西 那么在这一年当中 发生了很多事情 对通过视频创业 发布视频到YouTube这样的平台 来赚钱的全世界的内容创业者 提出了新的挑战 那么什么事情发生了呢 请看我的下一期节目 YouTube赚钱的那点事 我们下期再见